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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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因为我的小伙伴还在房间里面 睡觉那我早起呢主要是 想为了给大家录一个粉底的测评 这个粉底其实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朋友买的但是我有用过 几次我觉得特别好用所以呢 想做一个测评那是哪一款粉底呢 就是这罐 Pet McGrath他们家的之前很火的 这罐包装特别精致的粉底液 我朋友买的色号是 Light 5这个颜色我试了一下 在我的脸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 没有什么提亮但是可以跟 皮肤完全融为一体的一个颜色吧 先来讲一下我现在脸上用的护肤产品 今天早上特别简单 我就用了一个娇蓝的这个 帝皇风姿的柔肤水 还有用了一个Junk Elephant他们家的 马鲁拉油然后呢上了一层 欧赖亚的小金冠的防晒 就是这么三样产品 现在大理的气温我看一下 反正我自己感觉大理这边比 江浙湖那边是要干燥很多 湿度有75%吗 真的假的 我现在的体感是觉得湿度非常的低 它居然写着75% 好吧那还是以天气预报为主吧 那今天的气温呢 应该是5度到17度的样子 所以呢这个温度不是一个特别热 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冷的温度吧 给大家作为参考 这次我带的这个海绵蛋是 Real Techniques他们家的 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新的 我就蛮想把它们耗掉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素颜 最近下巴呢长了很多痘痘 所以留了很多痘印 这边这颗痘痘就不用说了 完全影响适容时髦 太生气了 痘痘长的这种地方 简直就是要爆炸 黑眼圈跟眼袋 因为连续两天睡眠 大概加起来不足9个小时吧 所以这个眼袋真的是绝了 还有脸上的晒斑 这个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下巴这边也有很严重的抖印 总之呢最近的肤矿就不是特别的好 我差点忘了 我刚在镜头里看到 就是鼻周的暗沉特别严重 估计也是睡眠不足吧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它的这个粉底液流动性特别强 是一个比较稀的质地 Light 5呢挤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我之前用的经验告诉我 这罐粉底液 其实它的遮瑕效果 非常非常的弱 好刚才我是把这一泵 全部上在了这半边的脸上 镜头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即便我是一泵粉底液上了半边脸 但是它的粉感非常非常的弱 它一上脸就是直接 融到皮肤里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超级无敌自然的粉底 但是呢它的遮瑕效果 也是非常的弱 像这边的晒斑呢 完全没有遮住 下巴的痘印也完全没有遮住 但是鼻翼的泛红 确实是有改善蛮多的 所以这款粉底液呢 如果你是想找一个 遮瑕度比较高的话 直接放弃它 不要用它 它完全不是一个 遮瑕度高的粉底液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个 跟皮肤沦为一体的 特别特别自然 别人看不出来 你有化了底妆的这种粉底液的话 我觉得这款它的妆效 是能达到这个诉求的 好接下来我把另外半边脸上班 这个阳光已经要出来 照到我的额头了 果然在外面录视频 这个光线就真的很难琢磨 Pet McGrath这款粉底液 我自己用过来的一个感觉是 你是完全可以 一直去叠加它的 完全不用担心 它多上了两层粉感 会变重啊之类的 它这个粉感就是非常非常弱 完蛋了 我感觉我又要挪位了 这个额头金光闪闪 哇天啊 好现在全脸的用量呢 就是加起来总共是两蹦 我觉得这个黑眼圈真是 黑眼圈呢 我打算直接用NARS的 这个小圆罐 稍微给它遮一下 要不然这样子的话 出去简直是吓人 早知道我应该带 歌剧魅影的遮瑕盘的 真是低估了旅途中 这个睡眠质量 我是一个特别认床的人 所以呢出去我就肯定睡不好觉 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出去玩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而且其实我们昨天是三个女生 一个大套房里面有两张床 分别是在两个房间 他们两个知道我睡得不好 所以呢让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 但是我还是睡不着觉 我的睡眠质量就是这么的 差我都已经戴上耳塞跟眼罩了 还是睡不着 定妆的话 其实我有戴这个跟这个 我好像没有找到我的刷子 那我就用定妆喷雾吧 可以看到这个痘痘还是在的吧 刚才忘记说了 就痘痘啊痘印啊 这种基本上只能遮掉个三四成的样子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零七分 也就是我上完这个底妆的时间 我现在把全妆稍微补一下再回来吧 好回来了 其实就是画了个眉毛 画了个眼影 然后画了个鼻影 再画了个唇膏 像腮红啊高光啊 脸侧的修容啊都没有上 因为这些产品上在脸上 我就比较怕影响后续对底妆的观察嘛 所以就全部都省掉了 那以防大家问呢 今天的眼影用的是这个 Lunasol的巧克力盘 然后唇膏的话 是完美日记的116新年限定这一支 然后是国图的这个样子 现在是九点半 那我就带大家下楼吃个早饭 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一天的记录吧 哈喽 哦对 坐下就可以了吗 坐下就可以了 您先一个人吃吗 我一个人 哦又来了一个 昨天你们几点结束呀 不知道 两三点了 我都是闭着眼睛结束的 那我估计四点钟才睡着 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其实完全没睡着 然后等他们睡着了 我可能才睡着 什么都救不了我 太惨了 这么大 别见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巴巴 喜舟巴巴 哦喜舟巴巴 好的 这么大一个 我觉得我们五个人都能吃了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多 距离早上九点钟上完底妆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的样子 我手机忘记拿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两个半小时 这个底妆在脸上的情况 脸颊的遮瑕完全没有变化 下巴的这个痘印跟刚上妆的时候也没有区别 鼻翼稍微有点卡粉 是因为我上了NARS的那个遮瑕膏 刚才不是忘记了吗 就把它往上拍了一点 可以看这边的鼻翼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浮吧 嗯 这个痘痘就还是有点红的样子 眼下就也还好 也没有卡纹啊 也没有什么的 在自然光下整个脸都是亮堂堂的感觉 然后它的滋润度也是很高的 可以看到我完全没有上过高光 但是呢脸上是非常有光泽感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感觉 所以在两个半小时以后呢 这个妆效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吧 我觉得这种妆效真的还蛮适合日常的 当然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很多博主测评说 不喜欢这个粉底 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 目前来讲 我觉得除了鼻翼稍微有一点点感 其他的地方不存在任何问题 好那这就是这个粉底 两个半小时后的样子 我们就午时一点再来更新吧 四分钟能进一个球吗 请问 差不多吧 哇这么坑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泡一喷就进去 没进来我们这很尴尬 是 哇塞 终于结束了 我会剩命的小手 多少钱了吧 28块钱 好 我扫你 我已经啊 好嘞 谢谢你 谢谢老板 慢着 我带着 你一小点 你这带着你还刺激吗 我都对比较长海 对啊 阳光下的烤乳扇 好吃吗 采访一下你 非常奇怪的味道 酸酸的 奶味很激 大草原的味道吧 大草原的味道 高原的味道吧 我尝一口 鲁味很足了 鲁味很足了 嗯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香味 口味好像没有特别的重 就是果真很乳香 嗯 这也是鲁烙吗 这个也是鲁烙吗 这个才是烤鲁烙 这个是杂 这个味更冲一点 我感觉可以下酒 真的感觉好像来到了热带 真的 太热了 长得也很像热带 我没骗你们吧 是真的热 还好大棉服没带过来 大棉服带过来 真的是要热风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 五十四 四十五入的话 差不多是五点钟 我们来看一下底妆的情况 我现在在一个 逮族的村子里面吧 所以你看到后面的花 超漂亮 风也有点大 我在镜头里面看 好像遮瑕度 跟早上没有什么区别 黑眼圈的地方 有一点点跑出来了 我觉得这次的底妆测评 是在我肤矿 非常非常差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呢 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鼻子这个卡粉 好像跟早上也差不多吧 下巴的痘痘 这里也是完全跟早上 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来看我平时下巴 这个重灾区 本来呢 很多的粉底 在这样子的天气 应该是已经有白芝麻 或者是结块之类了 这个粉底完全不会 鼻子上也是 出了一点油以后呢 它就融合的更自然了 是一个自然的光泽感 眼下有一点点脱妆 我今天用的眼线笔 还是Canmake的那一支 有一点点 晕到下面的眼睛上来 来给大家描述一下 我今天一整天的活动吧 今天大概是从早上 11点半以后 我跟大家更新了第二次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坐车 开高速 一直开了四五个小时 那其实大理这边还蛮热的 尤其是坐在车里呢 那个阳光一直蒸着我们车里 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所以呢 就在那个无处可逃的热度里面 整一个脸就是感觉 要化掉的样子 但是即便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呢 这个底妆还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我今天早上不是看了湿度显示 是75吗 但是我确实体感是觉得 这边的气候是特别特别干的 我现在看了一下湿度 湿度是32 如果是我自己手头上 现在的一些底妆的话 在这样子的一个干燥的情况下 估计已经早就浮得不行 或者是斑驳呀 各种不行了 但是它这个粉底 但是我朋友的这罐Pet McGrath 在我的脸上 还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光泽感 就显得皮肤状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说呢 在这种非常干燥的情况下 因为我早上也没有做 特别多的护肤的步骤嘛 就是一个麻露拉油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呢 在鼻翼的地方稍微有点卡纹 怎么说呢 这罐粉底到目前为止 我是非常满意的 那就先这样 早上的9点到现在5点 是9个小时 那今天呢 估计还会再晚到蛮晚的吧 晚上我看看到了住的地方 或者在其他地方 如果有光线的话 再给大家check一下 它到晚上的情况 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阳光 太美了吧 果然云南这个地方 真的很适合居住 心情都特别好 哇 厉害 这个工具很棒嘛 这个工具好 那我应该地摆个多一张七字吧 那是我你不搭 那大家在该地摆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麻将 这个我真的抓不起来 有点困难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这是什么 烤鱼 这是烤鱼 这是米线吗 西米线 这个是西米线 然后它沾水在下面 怎么吃怎么吃这个东西 这个是烟菜糕 是这个这个 这个是菜啊 这不是肉吗 烟菜糕 这是一个盏 每个是肉啊 对啊 那种花肉 这个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蘸这个是吗 对啊 我来采访一下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位路人友好人士 就是车子不能发动了嘛 然后遇到了好人了 是的 千辛万苦遇到了好人 对对对对 好人特别多 他帮我们一起找到了那个电线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是吧 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的unique 主要是人家都特别热情 还特地帮你去找线呢 谢谢 谢谢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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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饭 一进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两张床 这边就是洗手间跟淋浴是分开来的 这边有个洗练台 然后走走走走走走 前面就是大露台 哇有个带浴缸的大露台 还蛮大的 楼下有听到吉他声吗 就是我的小伙伴们 嗨 嗨 嗨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9点05分 距离早上上妆 正好实打实的是12个小时 我现在刚刚到住的地方 因为明显已经没有自然光了 所以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灯光下的效果吧 看整脸这个光泽感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今天没有上任何的高光 嗯没有上蜜粉 就是用定妆喷五喷了一下 像眉骨呀 脸颊呀鼻子呀 这个光泽感还是不错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粉浮起来 这个斑点呢也不是说遮瑕跑掉 因为它本来这下就非常的低 鼻翼的话 早上看起来好像有点咖粉 但是现在出了一点油以后呢 嗯记住我今天是在车上 闷了大概有六个小时左右吧 非常非常的热 那再出了一点点油以后呢 鼻翼的这个咖粉 好像有所改善吧 所以你出油了以后 这个粉底是可以 跟你的自己的那个油 是融为一体的 就还是蛮好看的一个妆效 下巴也是一样 跟早上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个豆豆可能比早上 稍微红一点点吧 但是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 以往浮粉的重灾区这个下巴的地方 也是完全没有浮粉的样子 非常非常自然的 自己皮肤的感觉 我今天这个法令纹特别明显 因为这边的气候本来就很干 然后昨天晚上 反正我也没睡好嘛 所以今天这个法令纹啊 泪沟啊 就比较明显一点点 看起来有点疲惫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粉底表现还是特别好的 拉圆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妆效还可以吧 还是不错的 总之呢这个粉底我觉得在 像云南啊大理啊 我现在在腾冲啊 像腾冲这么干燥的气候下 一天下来 在我这么极端的运动的这种情况下来 表现还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了 就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为在旅途中嘛 所以比平时的粉底实测 要稍微随意一点点了 我自己感觉 这款粉底是比较适合在干燥的天气下 然后适合中性或者是中性偏干的皮肤 如果说你对遮瑕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它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脸上瑕疵比较明显 而且你对遮瑕又特别有要求的话 那它可能就不能达到你的诉求 这个大概就是我对这个粉底的一个感觉吧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再多去做一下功课 不要单单看我这一个视频就去下定论了 好了 那我的小伙伴催我去吃晚饭了 我们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现在吃完晚饭 其实已经十点钟了 我们的酒店在半山腰 所以要爬坡上去 这个坡非常非常的陡 好样的打个灯 这段我真的走不动 我觉得我侧侧走 我脱鞋会掉 我就说你这个脱鞋怎么走 我就跟你说 他穿脱鞋的时候 我说你老心 给他的眼泪 我们在这休息一下 脚模子就是这样 看着我脱鞋 不对 抓着 有脱了早上妈七两 感觉把这辈子的坡已经爬掉了 不是真的 虽然只有海拔1600米 但是真的 这个坡增加了它的高度 对 真的不太行 终于到了 好久 喝酒 点啥 嗯 特别洋面这种感觉 好 你好 你好 现在有早饭吃吗 有 米线可以不辣吗 是你们自己放 哦自己放 这个两人分其实也挺多的 在看到红油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有点不妙 你要把红油咬出去 现在已经太吃了 没想到吧 还有第二天 因为今天我用的还是昨天的那个粉底 但是呢 我昨天晚上睡的比较好 然后我今天就感觉这个粉底上在脸上的状态 比昨天要更好一点 对吧 看起来光泽感还是非常足的 也是跟昨天一样只喷了定妆喷雾 但是今天我在眼部的地方 可能加了一点点Charlotte Tuberi的蜜粉 压了一下 其他地方就是完全是定妆喷雾 然后这里呢是Chanel的那个高光棒 光泽感也蛮漂亮的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粉底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们现在在河顺古镇 这个古镇的话 相比较大理的那个古镇 就是它更没有这种游客的气息吧 虽然说也有很多的民宿呀 也有一些游客 但是相比较大理的古镇的话 它这边就是更淳朴一点 然后有很多人家是真的住在这里的 随便爬个坡都喘气 哇这个 这条路确实有点不友好嘛 在河顺古镇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爬坡 因为昨天晚上来回爬了两趟那个客栈 在半山腰的那个山坡 就真的是不行 就真的是不行 真的不行 虽然海拔只有1600多米吧 但是对于我这种从海拔十米的地方过来的人 就真的还是不太行 我现在还在爬坡 就是啊 如果让我说河顺古镇要哪一点 我不太OK的话 就是太多的上坡路 所以你们是什么温州炒房团吗 对旅行都已经开始换房了 你这样子大家对温州人的误解会越来越深的 一试的怎么用好处肯定是两试啊 那我觉得要两试 问一下两试 还是还可以带朋友来 问一下两试 你买吗 你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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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镇走着走着遇到了警察查身份证 好像最近到年底了就是云南这边会查的比较紧一点吧 所以如果你们有来云南的话最好身份证还是随身携带的比较好 好多恐怕啊说明好吃对不对 哇这个真的是我的爱 我只能看着它从我面前转过去 高度水的好吃 10块钱哦 哇 表情 太过分了你们太过分了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辣子鸡哪有入口即化这种事情 哇 入口即化的辣子鸡哪有 入口即化的辣子鸡哪有 这是我这边吃最好吃的辣子鸡 我刚刚爬完那个小空山才六十几节台阶 就觉得有点不爽 感觉30块钱的门票没有虐到自己吧 所以现在我们准备去爬大公山 这个大空山有598节台阶 而且坡还蛮陡的 我打算让你们先走 你们如果决定半道下来的话 我可以少走几节台阶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山真的蛮高的 我觉得如果你们来到滕冲的这个死火山的这个地质公园的话 可以直接来爬大空山 因为小空山那个六十几节台阶爬完以后 你就发现也就是这样 如果想再挑战大空山的话 到时候这个氏气就会被打击得蛮大的 没有办法一鼓作气爬到这个六百多 跟台阶上去 我们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钟了 但是天还非常的亮 所以呢 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给大家看一下阳光 阳光还是很美的 好了那我就继续爬山了 我们要是爬这么努力 2020年还不发财的话 老天没有 接下来爬几节 接下来四十准三百 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三 六七八九十 一半了 一半了 三百了 我腿要飞了 一半了 等一下 太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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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 七三 七三 七五 七六 七六 这边就真的完全看不到 那火山的底部 你们有看到吗 我是真的看不到了 一半了 甩一手巴巴 菜子有巴巴? 没有 哦! 这好好吃啊 这超好吃的 哦! 这超好吃的 哦! 哦! 这个是叫耳丝啊! 我没有把墨镜拿出来 结果现在快瞎了 这个银塔真的是反光超强 就是完全纯白的 很美 但是眼睛真的睁不开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这个银塔上面还有很多的风铃 风一吹就是叮叮当当的 特别的好听 现在来逛当地的集市 我觉得了解一个地方 最好的方法就是逛集市 好多水果 超级大的火龙果 这是什么? 为什么油亮亮的? 有糖 进果 不是,用醋进果 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他应该问你做一次一个干 哦! 地雷养大的牛油口 我看到了 我感受到了 开箱时刻 开箱 我的天哪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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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个太大了 这是什么? 不是,我吃了 哪一百到 一百到一百到一辈子 阿史 我看了 有一个啊 哇这饺子好吃 炒鸡 这馅好鲜 真的好吃 这个里面有那个 对吧 超好吃 它没有韭菜是不是 对 马蹄 马蹄 胡萝卜 好吃好吃 因为我不爱吃韭菜 我不喜欢吃韭菜 我吃的超好吃 不喜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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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是嗎?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